各位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鉴赏一件高档次的人头罐 我们今天把这件人头罐的题材含义 绘画工艺及年份给大家说一下 这件人头罐档次高的地方 第一个是它的年份 第二个是材料工艺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完整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它这个材料工艺 大家看 这个是右下青花 这个是右上彩 这个叫青花五彩 这个青花五彩的词器 咱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很多了 像江军冠 小梅皮 包括花菇等等 这个青花五彩 它是二次烧制工艺 先烧右下青花 再烧右上彩 这个青花五彩 咱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时候 让大家记住一个时间阶段 是康熙中期 大家看 这个材料是青花 到康熙中期以后 右下的青花被右上的蓝彩代替了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时间记住 然后右上五彩 五彩不一定是五种颜色 只要是红 绿黄 三种颜色 为主其他颜色 搭配合理即可 大家看我们这个也是 红 然后是绿彩 然后是黄彩 搭配得到 这地方呢 是紫颜色 还有地方呢 有墨彩 这个人物头上的发迹 就是墨彩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他的题材 大家看啊 大部分藏友呢 一看到这个麒麟 上面坐着一个童子 都认为是麒麟宋子 包括现在好多这个书本上介绍 也是这么介绍 拿的呢 应该是如意 大家看 如果手里拿的护板的话 护板呢 就是为朝做官 拿如意呢 就是宋子的含义 但是大家看啊 这几个童子 这有拿着旗帜的 有拿着紧帛的 还有拿着一个官帽的 说明这个画片呢 有做官的意思 所以说呢 有的藏友管他叫状元游街 其实这应该是二者结合的含义 叫状元宋子 大家看状元游街明显不对 因为呢 这个手里拿的是如意 而且呢 这个状元游街一般旗子都是马 麒麟宋子呢 这是做官 明显代表的不是单纯宋子的含义 所以说这应该是状元宋子 他寓意呢 求子成功以后 将来这个小孩呢 高中状元 所以说呢 这个叫状元宋子 是比较贴切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他的年份 这是重点内容 大家一看到这个青花五彩的话 包括这种芭蕉的画法 书朗的程度 材料的深圳程度 一般都认为是康熙的啊 很多书本上 包括很多这个网络上 专家呢 都认为他是康熙的 这件罐呢 应该比康熙早 他是明末的 天启啊 或崇祯时期的 首先呢 大家看那个罐型啊 如果是康熙的话 他这个罐型 这地方溜肩不会这么下 他肩部是比较平的 而且呢 上下几乎一般粗 如果康熙时期 这类的罐 他不是这个气形 这个口部呢 他也不向内 康熙的口部 一般是直的 他的画功呢 比康熙时期 更粗犷一些 更简约一些 然后还有一个呢 在绘画工艺上 大家记住一点 康熙时期的青花无才 一般这个青花 参与到人物的服饰当中 大家看这个 人物的服饰上 没有青花 将来大家遇到了 这一类的青花无才 就是人物的服饰上 青花不参与的情况下 一般都是明末的 康熙时期呢 这个衣服的领子呀 或者这袖子 都有青花参与 再看一下他的底部 大家看啊 他的底部 胎质修胎 而康熙时期 比起来呢 稍显粗犷一些 原脏原旧的皮壳 这件罐呢 保存的完完整长 像这种人头罐 是不多见的 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可以上我这里 上头体验体验 学一学习 这个罐 档次级别 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下面呢 镜头给大家转过来 大家再看一下 它的细节部分 现在镜头呢 给大家转过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种传统老道的皮壳 看一下它细节的地方 右面的银润程度 这个彩的老化程度 大家看啊 这个小孩呢 端着是一个官帽 这个官帽呢 明显是一个乌纱帽 明代呢 乌纱帽 青代呢 一般都是这种 尖顶的帽子 这种帽呢 两侧 有两个翅 非常漂亮 这是它的底部 原脏原旧 像这个大罐呢 保存了完整 清花五彩的 实属难得 档次级别非常高 摆放收藏非常不错 我们还是那句话 只讲收藏事实 不讲简陋故事 每期视频 都会给大家 拿出来一些精品 上档次的食物 供大家参考 建厂学习 希望大家在收藏的道路上 多一些参考 多一些精品 老货的参考 少走一些弯路 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 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再次感谢大家